朋友们好,现在姜豆大量上市了 今天我也买了一些 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家是怎么做 泡姜豆的 买回来的姜豆清洗干净 然后给它酿干就可以了 在洗的时候呢,我们要仔细看一看有没有坏的 有烂的,有的话就给它剪出来不要 泡菜坛呢也是提前洗干净的 然后给它酿干 先加少许的白酒 给坛子消消毒沙沙菌 过滤一下就把白酒倒出来 这个是我上个月做的泡菜 这个里面泡的是洋河浆 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泡菜 取一点里面的泡菜水 用来做今天泡菜的泡菜饮子 大家看一下这个泡菜水的颜色多漂亮 还有这个味道你们是闻不到 实在是太香了 在泡菜坛子里面加入这个老蒜水 没有这个老蒜水 大家就买一包泡的野山椒 把里面的水倒进去也是可以的 然后把那样干的姜豆塞进去 边塞边转 塞的时候要有点技巧 不要把姜豆塞折了 沿着边把它都塞进去 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姜豆和手上面都不能沾水 还有油 再加入花椒 八角 几粒蒜子 这个是龙家的本辣椒 放一点增加辣味 泡菜盐 我这里有三斤姜豆 盐放上两百克就够了 土冰糖 没有的话也可以用白糖 糖的话很重要 它可以让泡菜里面的乳酸菌 更具火力 这样泡出来的菜也会更香更脆 再加上一点点的白酒 白酒不能多了 多的话会有一股酒味 最后我们再加入放凉的白开水 或者是超市买来的饮用水都是可以的 我们水量慢过食材就可以了 这样泡菜就做好了 我们给它封口 沿着边再封上盐水 就这样给它腌制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在这个期间我们不要动它 腌好的泡菜我们在取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不能让它沾到深水或者是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